大家好,我是CoCo 我是野豬仔當當 你們準備好聽故事嗎? 我準備好了 你們呢? 如果大家準備好 就和我們一起進入 潰伴的世界 今天CoCo想和大家說的潰伴 叫做吸我咬一口 文徒都是由 黃毓欽、陶樂提 一起創作的 而出版在親子天下 我們一起看看這本配版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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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我咬一口 吐止歐尿 吸我咬一口 即是讓我吃一口 但是 其實小伯母想吃什麼 不要 原來小伯母想吃的是香蕉 但是 這個大猩猩不肯給他吃 真的好餓 吸我咬一口 小朋友 你覺得今次小白兔又見到什麼水果呢? 咬不到咬不到 原來是一個橙 但是很可惜 蛇在樹上咬住了 小白兔咬不到 好餓 吸我咬一口 大家都應該知道今次是什麼水果 但是你又猜不猜到有什麼動物在這裡呢? 是一條大鱷魚啊 大鱷魚還說 你敢咬一口試試看? 來試一下吧 小朋友你夠不夠膽試啊? 我就不夠膽了 餓得快受不了了 小白兔今次見到一隻這麼小的老虎 拿著一個士多給你 心想今次還不是好機會 於是就說了 吸我咬一口 小朋友 你猜小白兔今次可不可以成功吃到一口? 我跟他開玩笑 哇 小朋友 你猜這次小白兔見到什麼? 吸我咬一口 去後面排隊 哇 實在太好了 今次遇到善良的大笨象 還有一個大蘋果 他好像願意分享給所有人 吸我咬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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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好餓 啊 啊 啊 哈 吸吸吸吸吸吸 吸我咬一口 小朋友 你覺得今次小白兔 會不會跟小老鼠分享呢? 不 要 吸吸 白兔給我咬一口 吸吸 不要 不要 肚子 好餓 嗯 只能咬一口 好 啊 嗯 小白兔終於可以吃飽回家了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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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GiGi 好合 嗯 小朋友 Coco說完今次的繪本 你喜不喜歡呢? 其實每個人都會嘗試過很肚餓的感覺 我也明白 所以 當你願意分享一口給別人的時候 可能 別人都會很快樂的 希望你喜歡這本繪本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